七名园警一字排开 身批模范园警彩带 光荣在警察节被表扬 左二这一名理性园警 去年因为破获一起暴力讨债案 抓到蔡信主贤 因此十月份的时候 被记了一支大功 获得模范殊荣 没想到如今却狼狈被免职 今年九月份高雄地检署 侦办一起洗钱案时 发现任职于新兴分局的 四十一岁理性侦查所 利用警政系统以及 一六五反诈骗咨询系统 查询个资 再把资料提供给 诈欺洗钱案的首脑 也就是他的高中同学 涉嫌泄密 高雄地检署一号大动作搜索 高雄市新兴分局 带走理性侦查所 并到他的住家搜索 讯后向法院申请 积押进件获准 向法院申请积押进件获准 将理员一次 既两大购 处分予以免职 断然淘汰 以为警察形象 原本除白安良的警察 居然知法犯法 跟犯罪集团勾搭在一起 现在不但丢了饭碗 更重创警戒形象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